透过心经接力 希望能够分享善知识 落实佛法艺术化的心愿 如是我闻海报创意艺术展 分为两大主题区 分别为汉制静态海报 和新灯相续心经接力 以分享善知识的理念 落实佛法艺术化的愿 其实当初的初衷很简单 2020年其实是一个很动荡的年份 那因为动荡年份 其实大家心里面就会想要越安定 那刚好因为我对于佛法这部分 我有在学佛 有在禅修 那我在佛学里面有找到一些 可以让心灵安定的方式 那比较可惜的是 我想要大家都会对佛门 这个东西会有一种距离感 所以我想要藉由这种大众的艺术的载体 把这种还可以安定心灵的这一个方式 这个法门 甚至这个好的理念 善的理念给传达出去 这是我最基本的初衷 这次展的话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主要我第一个分类 就是所谓的我用因果这两个字 因为我们都知道佛学它的基本概念 就是一个因果关系 我用了因果这两个字 下去做文字上面的转化 还有图像上面的转化 就是变成第一个类别 再来就是基础佛学的概念 比如说世圣地 古迹灭道 比如说地狱五条跟财神明十岁 那我用这些方式 然后结合它相对应的符号 然后将这些东西 用一个图像式的东西 然后结合文字造型结构 然后把它呈现出来 如是我闻这场视觉艺术的饗宴 带领大众体验汉制艺术的升华 刘毅德居士特地规划超金区 让民众接力抄写心经 透过新登相续 心经接力 体悟佛学超然的意境 史方新闻 黄慧如 萧瑞峰 高雄采访报道